各位編迷你們好 又是我NO.7 WASH豬仔 今天是早上的11點多 星期二的早上 二月的尾聲 二月的二十七號 豬仔昨天介紹了一隻TURTLE 又介紹了一隻大前輩TUNER 介紹了這隻舞士 也是豬仔收藏的J版 現在坊間很多時候你看到不是MIJ的版本 而今天我介紹這對舞士就是MIJ的版本 Made in Japan的版本 你看到它分別有兩隻顏色 左邊就是一個黑色的Dial 和一個藍色的Dial 右邊的黑色的Dial 就是一個格仔紋面 你看到它做了一個凹凸格仔紋 有一個壓紋在這裡 我試一下拉近一點的鏡頭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格仔紋面 它不是做私人的 而是凹凸的 凹凸的紋路 這個標就是Made in Japan 剛才提到 六點位置其實也有寫著Made in Japan 日本製造的這隻 這隻舞士 Summariise的學營 我每次提到舞士這個學營 Summariise 我自己覺得 這個是一個精工的特色 就是它是 好像 好像閃貝 就是Turtle 這個海龜殼 或者我們叫做鮑魚殼 或者是這個 我剛才說的Tuna 或者甚至乎是CMM 那 舞士的學營就是一個獨特性 就是它自己 自家設計的一個標學的學營 就有別於水鬼潛水款 那我自己就比較喜歡 有些個性的設計 但是這個標就是 一隻潛水標 Diver 200米的防水 寫著Automatic 就是入門級的潛水標 採用了4R35的機身 因為單日力 主要是說過了 雙日力就是4R36 單日力就是4R35 採用了4R35的機身 23石 21,600的震頻 動力儲能達到41小時 那為了配合這個200米的防水 它有一個螺旋式鎖標觀 和一個單向式的潛水標圈 那這個潛水標圈很順滑 不知道關不關M.I.J版的事 我太久沒有賣過M.I.J版 因為這隻沒有事的 summerized學營 那我找回我的私人珍藏系列 裡面就有一對 我儲起了是M.I.J版的版本 那 正面就是做了一個雙色的 2 tone color的鋁片圈 然後我們一起欣賞一下 圍邊的位置 它就做了 這裡的鋁片圈沒有拿到最闊的 一起欣賞一下它的造工 圍邊的位置就做了不鏽鋼光身的標圈 這裡做了鋁片 這裡做了不鏽鋼光身的標圈 旁邊就做了九雅坑的打磨 這個九雅一粒突紋的打磨 就很密的 它打得很密的 那summerized的鋁型 就是一個比較硬線條的鋁型 在這個標鋼的位置 標鋼的位置我們可以看到 它斜割了下來 連耳蓋都是斜割下來的 平平地斜割下來的 然後呢 硬線條的起了角 圍邊的部分就做了打直的拉絲花紋 中間就做了光身 左右兩邊都預留了這個 標洞方面的更換標帶 感覺就強悍一些 硬線條一些man一些的 一隻武士的行形 好像一個武士規格一樣 硬線條一些 而且武士的刀鋒的線條感 一個 所以就和那個 標觀位置都是有少許護觀位置 放了三點位置 那麼鎖啞也比較深 等一下試試和大家鎖啞 和退啞開啞 這個就那個凹凸九雅坑 就配搭為哪個位置 好了 用了實深的不鏽鋼錶帶 你看到很實淨 那麼藍色的內影 都是做了一個藍色的內影邊框 好 看看黑色 我們 黑色就是同樣 其實是同一款 大家都是Made in Japan的版本 黑色就是 做了黑色的凹凸紋 夜光方面 我們一起看看夜光 夜光 看看 視分針加上 秒針頭 加上黑度 上面的點點 應該都有夜光 沒錯 夜光也很光亮 好 那錶帶方面 做了一條很紮實的不鏽鋼錶帶 厚身的 還有我喜歡連接著這個錶殼的 耳蓋這個位置 斜開了下來 會令到有個視覺錯覺 雖然它是比較大隻的手錶 但是因為 凹凹凹是從這裏到這裏 但你正面看的時候 你會有個錯覺 令到你以為凹凹是在這裏到這裏 所以 它會比較小 實質的大隻 所以這就是沒有視的特色 令到有視覺錯覺 另外就是 標關 我試一下標關和標扣 标扣位置值得贊 有三粒微調位 接叠式保险标扣 Double Lock的标扣 上面是SEICO的標誌 按鍵打開做了光身薄橋 始終是入門級的機身 沒有做厚橋 先看看标底 标底配合200米的防水 用了螺旋式鎖的不透視底蓋 上面都是做了200米的防水 寫著4R35的機身 不鏽鋼 有Porspect的海浪花紋浮雕標 最重要的三小字寫著 Made in Japan 日本製造的 很多標迷都想詳細的 武士學型的MIJ版本 平價入手 這款真的不錯的選擇 試試放開标觀 向下轉動 放開标觀 我們先不要踢起 向上轉動 順時針方向教時間 教下去很順滑 手感也很好 踢起之後有停秒功能 試試向上轉動 順時針方向教時間 教到6點多鐘附近這個位置 好 然後半格我們教的日力槍 日力槍在3點位置 一格一格跳 一格聲的 好 教完之後按著它 向上轉動 1 2 3 大概3個圈 就鎖上標觀 鎖子也比較深 好了 武士學型比較重 試試看 給大家看看多重手 手感是多重 好 綁一綁給大家看 總重量是200克 202克 有些質感的 標 逢過了150克 也有些手感 這個標 就是強悍一點 朱仔剛才說過 也屬於大標徑 潛水標 對於男士來說 也是很吸引 如果機械的潛水標 就更加吸引 再加上獨特的武士學型 好了 朱仔試一下 量度一下標徑 給大家看 直徑方面 是43.9mm的標徑 它的規格 是3.8mm 差不多 厚度方面 是13.3mm 而 Luck to luck 是48mm 好了 Luck to luck 大家有個錯覺 我先講過 就會看到上面 這個Luck to luck 上面這個Luck to luck 是37mm 這就是武士的獨特學型 試一下朱仔戴上14.8mm的手腕 它的好處就是 在於 雖然這個標徑這麼大 這麼強悍 整隻手錶 但是這裡也是很貼手 不會降起 這個就是它的特色 朱仔推介 多少錢呢 一般M.I.J.的版本 Summerize的學型 朱仔會打完摩托號 都賣2800元左右 市面都賣2800元左右 朱仔推介超順價錢 多少錢呢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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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好了 1,968元 這一隻 126 1,968元 一隻 告訴你喜歡的手錶 想在佐敦還是麗茨的手錶 這是一個Hatness的礦物水晶玻璃錶面 但看上去都是很清晰 玻璃也很清晰 而且玻璃和圍邊的Basol位置 凹凹了一點 用意就是 當你真的跌了錶在地上的時候 它第一時間有Basol外圈保護著玻璃 這個詳細的武士學營 如果你喜歡這支錶 你就可以WhatsApp給朱仔 有原裝說明書 保養證 修改 做一連報給大家 喜歡這支錶迷 記得按LIKE就是阿朱仔 朱仔需要你們的支持 如果未訂我頻道的話 記得按鈴鐺訂閱 心動就立即行動 1968元 我告訴你這個價錢 沒有第二次一定 超級超級超級順價 如果不相信的話 你可以上去Google搜尋 我剛才看過 知名有些網站賣到3600元 1968元 好 喜歡的就盡快找我 我們下集見 拜拜